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楠,今天这支影片除了分享我参访腾讯、大疆、九地数码、这三个科创企业的心得体会,还有我要来起底这些科创企业你所不知道的内幕。 那在我继续说下去之前,新朋友记得点击你的右下方订阅我的频道哦! 首先,根据到访顺序,我们第一个参观的是腾讯。腾讯是中国著名的互联网企业,其员工喜欢称呼它为额场。 这个名字还是我参观完腾讯进了总部之后才知道的。 所以在2019年12月16日这一天,对天天刷微信、发红包,终于有机会见到背后的创造者。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激动的。 然而当站在腾讯滨海大厦的前面,我就在心里感慨,哇,大公司就是大公司,名企就是名企,气场都不一样。 此刻渺小的我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仰望心中的大声音。 接下来在讲解小姐姐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充满科技范的腾讯展厅。 它的装修风格还颇有点艺术的,色调很梦幻。 一走进展厅的大门,其熟悉标志性的QQ就映入眼帘。 在这里,我们仔细进取了讲解员对公司发展的历程的详细介绍。 当大家在感叹信息科技带领人们巨大的便捷与快乐的同时, 更佩服于腾讯公司为中国信息技术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同时,还让大家感兴趣的是腾讯的展示设计。 全部应用了先进的信息数据的技术,使得在传统展示方式中, 那些单调、法味、静态、复杂的数据变得十分鲜活、有趣起来的。 还有像是我们体验了真人赛车游戏、虚拟换装、变装、化妆等等。 总的来说,在这一场腾讯参观活动中, 我了解到以微信和QQ为代表的现代科技, 原来与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紧密相连的。 也知道了腾讯未来的发展前景, 还有作为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所做的努力。 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腾讯新总部的设计还有它的景象点。 腾讯新总部是两栋大厦, 但两者之间有着三个连接层, 它们象征着腾讯对交友与沟通的重视。 腾讯形象店则展示其收编产品满是各式的企业公仔, 还可以买到不错的饮品和甜点。 这次的通食之旅虽然短暂, 但却使我得以一亏腾讯优秀的企业文化。 更重要的是, 以腾讯为代表着民族喜悦, 见证了深圳的发展, 也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这不仅让我对腾讯有了新的了解, 大开眼界, 并且一次又一次对腾讯的发展状况感到惊叹。 这次是个爱的。 这次它变成吉祥骨吧, 代表它是吉祥骨。 老鼠。 两个老鼠。 拍照我的 celle的意味着 vive在一起, 应该是 такой问题。 经设师店差不多过去众面, 现在香港人俚目的对抗肉骨。 进入教育。 这里的案子 hat наг cukup。 civic最就像骨骗! reserve2 300 son intelligence kell. 否则很相信我的名字。 许はAYC座の眼跟我平均 있, 是不是1 200 大 Club的白gon CAMiner會。 才会像9500蚂。 我们第二个参访的科创企业呢 是大疆简称DJI 是2013年1月开始销售无人机以来 大疆的名声可以说是一日千里的 它是全球领先的无人飞行器控制系统 以及无人机解决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商 客户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 通过持续的创新 大疆致力于为无人机工业 行业用户以及专业的航拍应用 提供性能最强体验最下的 革命性智能非控产品和解决的方案 当我们来到九副声明的大疆公司 首先印度演练的就是 大疆生产的各类无人机机型 大疆的无人机也分为入门级 消费机和专业机这三种 副业有专攻 每一种机型的产品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专业机的产品上 大疆已将无人机的技术 应用到的影视制作 电力巡线 农机播撒等不同的场景 使得这些顶尖的技术和工艺 能够在更多的场景下 照顾人类的生活 最让我惊叹的是 大疆农业无人机的各项设计非常顶尖 抗风性极强 并可以做到抗池干扰 择翼飞行 能够切实地在波长场景中上阵的 我们观看了无人机的飞行演示 航拍大片 还有享受各产品便捷的技术支持 我觉得让大疆区别于其他的企业 并从众多的优秀企业中脱颖而出的 不仅是他领先国际的创新研发技术 更是其积极静置求真品尘的企业文化 一个企业最新人的地方在于他的企业文化 通过对大疆的创新参观 我坚信这所充满活力的高科技公司 拥有非凡的企业文化 是创新人才的摇篮 并且也在求变革求变清 而这一点成就了如今的巨无霸大将帝国 而我们来到广州的第一站就是参访9D数码的总部 在详细听取了9D公司发展历程 还有VR在行业应用的介绍后呢 我们一醒来参观了公司VR内部研发中心 在VR消防教育展示区我们了解到 9D目前正在通过VR实现更安全更高效更环保的教育方式时 大家纷纷对着VR的应用表示赞许 除了VR消防 我们还体验了9D为2017广州财富 全球论坛定制的云上广州 克服恐高阵的VR体验 俯瞰美丽的广州 还有体验了VR单影 VR世界等9D的主要产品 我们在这里可以说是度过了欢乐的时光 仿佛来到主题乐园版啊 因此大家都为9D的VR技术还有产品给予好评的 其实除了参访腾讯大江和9D数码 我们也去了华为公司 直播我有另外出一集影片专门分享 我参访华为的感受心得 所以有兴趣的知道的朋友呢 可以点开上方链接去观看的 那说回这期的主题啊 在参访活动结束后 大家不仅亲眼目睹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创企业风采 领略其企业的创新活力 而且深切感受到互联网技术与服务 对提升当今人们生活品质所起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进一步明晰了 未来设计的发展方向 以及我们学习交流的目的 所以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参观 其他科技公司大开眼界哦 最后我想和正在创业或者想要创业的人 分享马化腾的经营三问 马化腾作为腾讯的创始人和现任CEO 在创办和进行腾讯时啊 总是小心翼翼的问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这个新的领域你是不是很擅长 第二个问题 如果你不做 用户会损失什么吗 第三个问题 如果做了在这个新项目中 自己能保持多大的竞争优势 因为在开发新的项目和领域时啊 正是他这种谨慎的经营态度 还有经营方针 让腾讯每每初心都得到 中国众多网民的支持还有期待的 也使得腾讯公司最终站在了 众多网络服务公司的前列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啊 如果还想知道我十天中国之旅 与完整的新的感想 可以点开上方链接影片观看的 那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 不要忘了按个赞分享 还没订阅的新朋友呢 赶快点击右下方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错过我任何的影片啦 想要知道我最新的动态 可以追踪我的Facebook和IG 那还有最后一个好消息就是 小男女开了B站空间哦 欢迎大家长续逛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